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基础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在中国这个过程却来得飞快 中国政府坚信 全球未来安全和商贸将由人工智能决定 中国领导人决心由他们来引领人工智能 参观完工厂 我们谈到了制造业的将来 以及向全世界出售机械并维护的种种挑战 杜先生主要做橡胶和轮胎制造机械 产品远销野门 埃及 孟加拉国 科特迪瓦等国 过去30年 那些落后工厂驱动了中国的制造业繁荣 使该国占到了全球工业产出超32% 在非洲本地的市场 商店和路边货摊 几乎所有那些出名的中国商品 比如圣诞装饰品 竞选宣传品等 均来自此类工厂 而现在 像杜先生这样的工厂主 建造了更新 更干净和人工智能的工厂 同时更多的中国人进入中产行列 即追求更高的工资 这类旧工厂于是越来越少见了 我们谈到食品 生活 家庭 中国 非洲 以及未来 杜先生的梦想远大 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梦想 在中国 几乎每个企业都在为生存而激烈竞争 杜先生的工厂也是如此 因此 对于许多中国企业来说 在海外开拓不是为征服 而是为生存 在这里 我见到的几乎每个其他公司 都设有一个国际部 由会讲英语的年轻人主管 杜先生想要利用政府的倡议 在青岛以外的遥远地方大展手脚 可以说 它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颗小螺丝钉 而正是这些成千上万不起眼的小螺丝钉 在世界地图上打下了中国制造的印记